孫力穿过的戏 孙力穿过的戏 比丽热巴 张冰冰 陈冲 颜音儿的 杨子安 杨超越 一个戏的造型 大家全部一圈赞 是哪一个呢 最好不好 你有被我的坑蛙就是 哈喽我是大小 这个视频我真的是期待了很久 也等待了很久 因为之前看到网上一个投票码 就是让大家投票选出 最具良心的胡话道造型的这样的一个剧 那这个投票名单里面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高分选手 包括甄嬛专香蜜 米月专专邓 我今天要拜访了这位非常厉害的幕后大神 跟上面说的这些剧都是录不开的玩戏 带你们一起去见 哈喽 陈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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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大嫂 你们记住了 约了很久很久了 真的 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为了踩陈老师 大概我们可能从半年前就开始聊 我觉得今天能踩到陈老师就非常非常开心 很早就开始看您做的各种剧 就你在我心中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艺术家了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今天就是能踩到您 而且直接来到您工作室 可以看到您做过那么多造型的原版 就摆在这里 就非常开心 所以今天就是让陈老师带着我们在他这个工作室转一转 而且在最后陈老师是不是还会给我做一套造型 好的 我期待一下 我其实今天进来的时候就准备这两边的震撼的 就很像来到了一个博物馆感觉 这边这三个是不是都是甄嬛的一个 对 这套是甄嬛的 还黑的 这个也是 这套衣服比较好 这套衣服是我做的 看起来很滑贵 很滑贵 你现在就底下这一点点布 这就叫 纯粹叫云锦 它里头的丝是真的是溜金的线条枝的 背身是一个非常生动的 张老师直接钻进去吗 是一个完整的虎穴 你看这小点上边的小宝石 当时都是尽可能的去找品质比较高的 吃花螺丝奇 还有什么东西 包括前边的那些小饰品 都是比较精致的一些东西 那这件衣服 我听说它的成本也特别精致 这个至少得有十几万 十几万 十几万 十几万一套西服 那您印象中您做的这些造型里面 最贵的一个 应该就是它 就它 应该就是它 所以把它放到第一套 现在做衣服 这个服装设计 有完全是这种 就是现实主义创作的 还同时是有一些非现实主义创作 在表演体系里有布莱西特 因为那是中西毕业的 你肯定了解 这才你有布莱西特的 两大流派 所以说其实在做造型的时候 必须把它放在一个 真真实实的 一个那样的状态下 为我们这个剧 风格化所用的一些东西 这件是不是比这个热巴有传的 对 蛮炫的衣人衣服 这一套是 张冰冰去年拍的悬崖之上 这一件是孙力传国的戏 对 因为影这个电影出来之后 大家除了讨论它的故事之外 很多人都在讨论造型 第五十五借金八奖 最佳造型设计的得奖者是 陈敏正 所以你自己评书上 我看这评论吗 开始的时候看一下 现在就不看了 作品也没有全看过 评论也没有全看过 但是至少我看过一个戏的造型 几乎是大家全部一片赞 是哪一个呢 是《香蜜沉沉》金融霜 没有想到内部片子完了以后 大家全部都在喜欢 我说为什么呢 所以我就要总结一下 就这种写神仙卷的呀 还有这种写武林世界的 武侠世界的 还有写现实世界的 你总是要有一些理论依据 来传播给大家 我想知道 您当时看到那个 杨子穿上《香蜜沉》 他音乐的时候 是什么干的 我就是想通过它 作为一个载体 让它来引领一些 让大家喜欢 汉服的制式 款式 只有你通过一些 观众喜爱的演员 通过一些喜爱的作品 你可以去唤醒他们 唤起他们的习惯 是这样的 跟大家想想续透一下 一会儿这个 就是我要尝试的 当然这个头饰呢 播出完以后 有人想买 10万块钱买它 我说就那么一顶 就算了 就没卖它们 但是在中国 我估计至少能复制得上万个 因为好多影楼 汉服爱好者 都在复制 因为我觉得 没必要说它是侵权 为什么呢 我觉得做一个文艺作品 做完以后 让大家喜欢 你这个心态真的是 我给它点赞 这部分造型 这个片子呢 将会在明年或后年播出 我能知道男女主角吗 这个实际上就是未来的时候 这是女号穿的衣服 陈老师这个关子卖的有点大 一个关键词都套不出来 剧透一下啊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我的那个一本书 刘慈欣先生给我签名写的一个留言 知道了 知道了 可以大家猜到是什么剧了吗 这是我们的这个视频 就是偶尸什么的 这是视频制作间 天呐我没看错吧 我现在看到这个其中 你们知道我在想说 这胆图多大 才能带得上镜 你看这些东西 大家有一些肯定是比较熟悉的 我现在在一堆 甄嬛传娘娘的头中间 感觉好奇妙啊 就是我全部看着它们都能想起来是 谁带的 好多好多故事 这个凤冠 它是一个点萃的公寓 是个点萃 造价大概有多少 这个东西现在没法去平衡了 我记得当时我花5000块钱 买了它的这个东西 但是一买 买了30多年前了 30多年前了 现在这种公寓已经绝世了 已经绝世了 所以30年前的5000块等于多少钱 其实 《金环传》的所有的视频 拍完这个戏以后 我知道它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是我又怕一个问题重复使用 所以回来以后 全部拆除 全部拆除 就把头是拆掉了 全拆除 所以这几个就是最后剩下的 后来这几个还是我的手下 他们悄悄的给我偷着放的 不舍得 谁舍得 就是放了那么十几款 你知道就是 像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 就像那个就是环学 大家认为各种每年都拿出来看一下 如果他们知道这些视频都被拆了 心都碎了 心都碎了 现在不拆了 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 都收藏起来了 我这些手下们都直接给我镶嵌到这里 都给高歌起来了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边的收藏 好的 您现在能记得那几个是 都记得 这个就是影的时候 孙丽的那个单子 陈冲 张峰毅演那个《多尔滚》 颜音儿的那个三腔的 鸟巢板的土兰多 这个我听说过 非常有趣的一个礼物 对不对 这个小包包 对张艺某老师送给陈敏忠老师的一个 Prada的包包 但是在上面签了字 不是 也只能做收藏了 从奥运会有幸跟张岛结识 08年的奥运会完了以后 我们有合作的这个三腔 三腔完了以后 土兰多 土兰多然后就影 影完以后悬崖 就马上拍冷腔 冷腔完了以后 我觉得特开心 导演邀请我去参加这个2022年的冬奥会 作为开幕式的造型总监 一过2021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进入赵马景的筹备阶段了 那我们平时这个工作室 会有特别多的明星过来试装吗 一堆 一堆 因为我是从70年代末期到现在 一直在做这个电影电视舞台剧 估计得有90%的都合作过了 都合作过 都很好 您现在基本上其实真的是中国的青年演员也好 然后可能一些比较有沉淀的演员也好 都合作了这么多了 您心中觉得最适合古装扮相的男女演员 如果让您各评一个的话 您有没有人选 没有没有都适合 你看造型师好不好 你有没有被我的坑啊 就是怎么回事 绝对的 他从根本上来讲 不能给演员归纳这些东西 你用这个心才对待他 犯不了错误 这是一个皮革颜色 对 您到我们这个皮革制作这儿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儿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工作间 这面具 这是一个面具 还有胸甲 就是我们正在制作这个甲片 那老师做了这么多造型 如果让你选一个你最喜欢的话 你会选哪一只 我特别喜欢就是新的 我永远喜欢下一个 因为你做的太多了 多到你自己 你自己都已经开始有点不喜欢自己了 我真的不喜欢自己 我有时候看到别人 哎 超好看 看这个 哎 超好看 但是人常在河边走 不能 烟能不失鞋 他偶尔踩了一些水 你怎么办 他就没做好 我也有这样的作品 大家说的时候我完全照单全收 就是接受了 那么我下个戏再做好点 我其实在采访陈老师之前 我一直觉得 哎呀 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艺术家 然后包括对自己的作品也很严格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射线 但没想到跟陈老师聊完之后 我会发现陈老师是一个心态极为开放 极为包容 而且还特别爱自己看黑屏的一个艺术家 我是喜欢看 因为我觉得你看一下 听听反面意见 是对你有好处的 那么我就下一个戏的时候 我努力把它做好 你想这件衣服 一直挂在这 没用 就是因为当时做完以后 大家觉得配色不太好看 嗯 那就放点 那么我们有新的东西 打样子 这都是一开始样衣的时候筹备的东西 所以说就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去修正自己 没问题 好 谢谢陈老师 然后我们就刚刚不是有说陈老师会帮我做一套造型吗 然后我们现在就期待这部分看看我变身 好 走 你们能看得出来我现在做谁的造型吗 因为之前就是想做的甄嬛的那一套造型 目前衣服不在北京 所以我们临时决定换一个华菲的造型 它现在有一个没有见过的装装 这是陈老师和GFC的一个合作款 它是那种深色的本体膏什么的 就用在战争西洋 做完装 做修容应该也很好用 对对 其实它这个棕色调的话就很符合亚洲人的样子 陈老师刚刚一直有在暗示我说要不要做一点牺牲啊 把眉毛剃一剃 我就一直没戒茬 因为你们老有活动 对对对 搬在就是上镜的时候 不是好多人都会区分左右脸吗 然后就是大部分人是不是都是左脸上镜好看 没准 像你这边就可能要好一些 对对对 这边就多了一点 但是我呢 从来不太强调左右脸完全对称 因为人长得就不对称 没必要让它肥得一定得对称 这样我心里就开心很多了 这个边调如果不剪的话画呀 画这就 一般还是不剪 但是毕竟就是画了没有 真实 对 而且你拍的角度的话可能就会看出来是画的 我觉得这个画盆底感觉比高跟鞋蛮穿多了 这有几公分啊 那有十公分吗 十公分啊 那时间时间就 让你搭上头饰就矮了我 哈哈 加上头饰差不多呆有个二十公分增高 那我不就 员员员了 员员员啦 是不是有点像是美妆了 画出来 没有华菲那么力 我的这个造型真的终于做完了 然后让我是第一次尝试这么正式的一个古装造型 然后现在感觉不太感动 其实是因为你是零食的 要真正演员演我们会做得很好 好的今天特别开心终于终于采访到了陈老师 然后也给我自己过了一把瘾 把我这个一直这么多年的甄嬛粉 然后亲自试了一下 而且陈老师也是亲手上手帮我弄了很多的 调整了很多的细节 所以谢谢陈老师 尤其是眉毛 没有牺牲 因为甄嬛的时候 所有的演员眉毛都被把纤维剪短 淡化眉毛突出他的眼睛 我是想让他依清朝的味道 二是通过眼睛来演戏传神 是这样好吧 好嘞 谢谢陈老师 期待您的新作 好的 好的 再见 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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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